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你好 这个童修他是讲广东话的 他要问他的女儿 属狗1982年 问他的婚姻 1982年属狗的 我看看啊 1982年属狗的 婚姻不好 坎坷啊 他的 你问问他的儿子结婚了没有啊 他的女儿 啊 女儿结婚了没有啊 没有 是你的女儿啊 嗨 是你的女儿啊 嗨 是你的女儿啊 嗨 你的女儿 你想想你的脾气 你就知道你女儿的脾气了 你的脾气这么倦 你的女儿脾气也这么倦 你记不记啊 记 你女儿 过去有一个啊 差点跟她已经好上了 结果 蹦 吹掉了 嘴 狗角 你知道为什么会吹吗 有50% 是被你啊 脚掉的 听得懂了吗 因为这个好商宅啊 不会拍了一个麻痹啊 会 对 对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好商宅啊 没有多少钱呢 我看她啊 长到是长得还可以 没 开始的时候你女儿们喜欢她的 后来你就一直不喜欢她 你女儿们就听你的了 因为你这个女儿比较弱小 她很听你的话 明白了吗 听台长的话 在 七个月之后 你托人介绍 你女儿会有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长得不是太好看 戴副眼镜 你不要嫌她不好 你的女儿就可以 咪哩麻啦咪哩麻啦 结婚了 好不好啊 好 啊 你这个人脾气带倦 你女儿结婚又不是雷结婚了 你女儿结婚又不是雷结婚了 知不知啊 带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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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家里的啊 对 她家蛮有钱的哦 房子还蛮大的一个客厅也挺大 对 洪墨家具 鼓掌 我告诉你啊 菩萨来过 但是你家里还供着祖先 听得懂吗 你把祖先归祖先供 祖先不能跟佛台 一个是神台跟佛台不能放在一起的 如果你祖先 那其实讲了不好听一点 没有头胎都是鬼了 你想看菩萨一来 鬼还敢来吗 吓都吓死了 所以供祖先就是供祖先的牌位 供佛就是佛的牌位 听得懂吗 你们家又不是买不起供台 我看你家里很漂亮啊 客厅里还有个吊灯 也挺好看的 开心了 开心 对不对啊 好不好啊 没问题的 你自己呢 这辈子啊 苦是苦了点 但是菩萨给你的回报 还是很多的 你呢 就是嘴巴喜欢讲 如果你以后嘴巴少讲一点 不继续讲这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 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 你这个人还喜欢布施 看见人家穷啊 家里没钱啊 你还买东西给人家 你的良心很好 但是你的嘴巴不好 好 记不记啊 我讲了对不对啊 他开心死了 他说每一个人这么了解他 好不好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师父 他是有打开打开孩子 要问小凡子多少张 嗯 嗯 几几年数什么的啊 很多年了我们比起了很多年了 做什么 手机 手机的 他想问什么 打打他的孩子 小帮子多少张 他还有一个啊 他身上还有一个孩子啊 你告诉他他就知道了 这个孩子经常让他发无名火 开开心心的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 经常很开心突然之间不开心了 听得懂吗 他说他不知道 可是他说他要问小凡子 他想他有打开很多 他不知道多少个 嗯 我告诉他多少个好吧 好 谢谢 一 二 三 四 谁狗 哎呀 对 看见了吗 对 他不知道 我知道 好像我打他一样 哈哈哈哈 这种人 考考我 自己忘记打太几个了 鲁台长你说打太几个 还好 看四个 我看八个呢 你就麻烦了 好了 好好念经 好不好啊 你这个人呢 人很好 就是辛苦 所以呢 做好辛苦的准备 好吗 好好的爱家 不要伤心 不要不开心 因为你还债 但是你有福报 明白了吗 嗯 所以对对对 好好的对孩子 不要把你这个女儿捧在手上 你这个女儿跟你感情特别深 她完全听你的 明白了吗 如果你一直很 如果你一直很爱她的话 我告诉你 她就一辈子一个人跟着你 因为你上辈子跟她是夫妻 哈哈哈哈 这个女儿特别爱她 她上辈子是个男的 她的女儿是她的老婆 哈哈哈哈 好吗 好 你好好念经 好吧 澳门这么漂亮 澳门啊这么漂亮 平时坐坐车啊 马路上走走路啊 多念念经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对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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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